照片中 石建大學排完族石板屋前 直立看板竟然寫著 野人 原始人 幾個大字 在上週四日本高中生來參觀 用來翻譯成日文的原住民 爆發爭議 石建大學就是我旁邊的 這一個排完族的石板屋 那麼當時學生就是把上頭 寫有野人的告示牌 插在門口的這個位置上面 找到批評是在歧視原住民 石建大學的日本姐妹校學生 200多人 25號來台參訪 校方接待姐妹校學生 在石板屋前玩起場景遊戲 不只看板用野人來稱呼 還要他們辦起野人姿勢 合照留念 讓原住民看了簡直氣炸 但到底原住民日文怎麼唸 日文老師表示 日文裡野人的確可以代表原住民 卻是帶有野蠻歧視的意味 應該用先住民來稱呼 才是正確說法 翻譯問題引發歧視原住民風波 校方坦誠疏失 也強調未來會加強活動的 事前審查工作 不讓類似事件再次重演 藉機關湖登利 台報道 校官 藝